今年的表現大過於我自己的期待 就是讓我覺得很意外 就可能想要稱這位表現比較好這年 然後去投入選秀 大家好我是劉嘉義 然後畢業於東石高中 首杯子最拿手的是投手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優勢? 可能就是電話球會控制吧 然後還有我的身材吧 為什麼今年想要投入選秀 因為可能今年的表現大過於我自己的期待 本來想說上大學之後再出來選 但今年的表現就是讓我覺得很意外 就可能想要稱這位表現比較好這年 然後去投入選秀 為了選秀有沒有做什麼加強或者是改進? 心理上面 就是遇到好的打者 或者是比較難對付的打者 就可能就是有些球路就是不能跟他硬碰贏 不然後果可能會很嚴重 還有就是球輸上面跟 選秀有沒有什麼目標? 目標就是前十輪都可以了吧 就是只要有上職棒的機會 不管怎麼樣上就是 就是給我最大的機會 那如果選進去的話 有沒有最想要對手 可能就是 兄弟向的左打者吧 因為他們的力量夠大 我想說去挑戰看看 Silent 個人的研究 琴 habt 你不覺得他沒有那麼興趣 沒什麼事情 你當作人家 我們要求是 有什麼事情 你不覺得